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2月21日星期三 前两天讲到中共突然通过湖南省委提出要解放思想 说是要赶闯禁区 赶干赶围 说是在湖南省征求现处级以上的干部的意见 到三月底收集起来 叫做解放思想大讨论 前几天我跟大家已经分析了 这应该是个大忽悠 因为所谓解放思想的大讨论 湖南省委发出这个通知之后就发现 几个要点不是解放思想 是为了统一思想 所谓统一到习近平思想上来 什么二十大或者习近平讲话 另外提高质量的发展 也是习近平王沪宁等人的话术 还有提什么安全发展底线 国家安全发展底线 也都是设置有条条框框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解放思想 敢闯禁区 敢做敢干 根本就是一场空 自说自话 说空话 不过最近也有新的说法 所以有人说 湖南省提出解放思想 似乎是中共上层 高层涉及权力斗争 所以湖南省委书记叫沈小明 他曾经在上海为官 上海为官的时候 他经历过韩正 丁学祥和李强几个领导人 现在目前丁学祥和李强都是政治局常委 而韩正是副主席 就是说是在习家军 或者说现在高层的思议的这一派背书 似乎是要是陈小明这么讲 似乎代表了李强 丁学祥 或者是韩正这一派的意见 首先我们看看李强是什么情况 李强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 是浙江军 不过目前是被架空 在习家军内部的权力斗争中 福建邦压到浙江邦 由蔡奇压到李强 李强是不如意 再一个是丁学祥 丁学祥以前当过中办主任 政治局委员 但是20大之后只是排名第6的政治局常委 排到后面 并没有像栗战书那样当过政治局委员 中办主任就升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第三号领导人 而丁学祥排到第6号 另外是从来没有地方主政经验 却是故意让他主管经济 是第一副总理 随时准备出错 也是属于习家军中的失忆者 再一个就是韩正 韩正既是江派 也有一些团派的色彩 属于一个老好人 是超龄留任 留任之后是当了国家副主席 因为20大就是习派跟江派残余的这么一个合作 把团派赶出局 所以团派完全被赶出局了 但是江派却留了一些人 就是王沪宁是江派的 还有就是赵乐际和韩正就是半个江派 所以有这个格局 韩正在现在的中国高层也不属于习近平的什么地习 或者是习派 就不是习派 非习派 然后现在就认为沈小明就是在这三个人手下干过 所以这三个人的背景他提出了解放思想 似乎是有针对习近平的意思 那我再来看看沈小明是什么背景 沈小明是浙江人 是浙江温州医学员毕业 温州医学员应该说在全国并不知名 这个沈小明是温州医学员毕业 十一生出生 先是在浙江 杭州医学员当医师 后来去上海当组织医师 当组织医师就混到了像上海儿童医院 后来当副院长 院长 后来上海有个医院叫新华医院 他又当了副院长 院长 后来因为新华医院又属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 上海第二大学后来又跟上海交代合并 合并来合并去 医生出生的沈小明居然当了先从医院的院长 副院长 又当了上海交代这一类的副校长 或者医学院的院长这一类角色 然后就从上海交代 因为成为校领导 突然就被提升到上海市去主管文教卫生这个领域 这个领域就兼任上海市副书记 后来又兼任副市长主管上海的一些 就是跟文教医疗相关的工作 也就是从医生到从政 这个在中共内部也是一个罕见的艺术 医生从政在台湾倒比较多见 因为台湾的本土人 本地人在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 他们没有多少地位 说是本地人不如外省人 不如中国大陆去的人 地位高 因此很多人就从医 但是从医之后很多人又从政 在民主化时代 就包括像现在的当选总统赖清德 他一生出生 还有是当过台北市长的 这一回也是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也是医师出生 这医师出生在台湾很普遍 在中国这边从政的医生或者医师出生 非常的罕见 就是沈小明是一个例外 这个人后来就说在上海期间 他就历经了韩正主政的时期 也有丁学祥 丁学祥主管相关的工作 他也是下属 再后来就是李强当了浙建省长 又主政上海 当市委书记的时候 沈小明在他手下 沈小明 后来沈小明就得了高升 居然就升到了省领导这个级别 所以先到河北当什么省长 后来就突然调到湖南省当省委书记 这是二十大之后的事情 前后的事情 也就是说通过医生出生 因为是浙江人 间接说来拐了几个腕 成了习家军中的浙江军 滋江新军 这样一个人物当了湖南省委书记 再一个说是他代表了李强 丁学祥 或者是韩正的声音 说还有一个根据 就是说李强前不久去了湖南搞调研 说李强走了之后 沈小明就提出了 要解放思想 要打破禁区 要敢作敢为等等 就认为是李强的受益 因此有人就分析了说是李强 他们在跟习近平搞权力斗争 这个说法成不成立 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 我倒不这么认为 因为很明显 现在的中共的政治格局 一派独大 一人独大 一人独裁 基本上都是其他人不敢做主 都是习近平一个人排版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自己派脑袋 定于一尊 应该说是习近平受益湖南省 搞了这么一个解放思想 这个解放思想 就是我前段时间说的 不是盗败邓小平 而是盗窃邓小平 刚好这两天 19日 2月49日是邓小平的忌日 中共虽然党媒党报发一点文章去纪念邓小平 比较低调 但是提了邓小平所有的事就不提邓小平的关键 八个字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仿佛跟邓小平无关 因为现在习要提解放思想 是另一种含义 因此似乎这个专利归于习了 就跟习派有人提出 说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 居然习派有人提出 习近平是什么总设计师 好像是新时代的总设计师 想把邓小平的头衔顶替掉 这回也是这样 似乎要说习近平在提解放思想 然后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就不提了 所以最大的可能性是习近平本人授予了受益 湖南省委省政府搞这一套叫解放思想 他为什么搞这么搞 是因为在三中全会前要讲话语权 什么话语权 就是不想被各界定义为 变成改革派 只不过这个改革派跟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时代的改革派 还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改革派恰好是要打破过去三四十年的格局 要另来一套 推倒重来 所以要讲统一道习思想 统一习近平思想 而且其中在湖南省委提出 这回解放思想就专门提出 不要搞GDP 为GDP试问的英雄 GDP增长就是英雄 要讲什么高资料发展 这就是王沪宁发明了这些语言之后 给习近平的一广话术 所以来自于习近平的收益有更大的可能性 而他的用意就是抢夺三中全会的话语权 因为三中全会一开始的话 一般都谈经济 谈改革 那谈经济 谈改革 我昨天已经分析了 习近平是受到了地方31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的 普遍的可以说是方向不一致 想法不一致 他们还想的是改革开放的事 过去改革开放 还想的是缓和跟欧美国家的关系 还想的是引进万事万商 也还想的是什么房地产地方做主 另外还想的是扶持民营企业 让民营企业放手干 但是习近平的想法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习近平要跟这些官员 高层的 中下层的官员 争夺话语权 就是你们不是改革派 我才是改革派 就跟习近平过去五年 十年执政的时候 不管有什么举措 都叫改革 哪怕搞文革 都叫改革 大概是王沪宁的 叫做中南海语言包装师 语言化装师 受益之下 觉得只要我说了算 我掌握了笔杆子 掌握了党媒党报 我想怎么说 怎么说 就好像经济垮塌 人民贫困 一切都在下滑的时候却宣布全民小康 全民脱贫 我只要在报纸上宣布了就行了 谁敢不承认 我把你抓起来 说你是妄议中央 轻则拘留讯问 重则投入大牢判刑 所以同样 抢夺解放思想的话语权 抢夺改革的话语权 也是习近平想在三中全会之前把这种话语权拿在自己手上 免得各方攻击他是保守派 批评他是保守派 他就站着了 谁先说改革 谁就是赢家 谁先说解放思想 谁就是改革派 那后说的人你就不是解放思想 你就完了一步 你就是保守派 说这个话语权 为了证明这种话语权 其实2月18日又有一个省跟进 那就是黑龙江省的省委书记许秦也跟进了 他在黑龙江省讲了类似于在湖南省委书记沈小明 他们发的文告上的类似的语言 什么进一步解放思想 什么要打开局面等等 也一定来自于高层受益 这个许秦也是一个取责当官的人 他是江苏人 也跟江浙有关 然后算了算去 间接的算到了 不是地习的习家军 是非地习的习家军 把他弄到深圳去当了什么 深圳的市委书记 广东省的副省长这一类角色 然后再弄了弄去弄到海南省当什么省长 之后就调到了黑龙江省当省委书记 南征北调 调了调去 背后有很大的习派背景 所以许秦绝不是说他去跟河 跟什么湖南地方灌风 湖南说了这个话 我去跟着说话 也不是说其他派系有领导人受益他 他要受益的话就只能拦至于最高层的受益 就是习近平的受益 就是黑龙江省也跟进了 湖南说了这个话 黑龙江也说了这个话 相当于一南一北 遥相呼应 就是为了跟大约2月底召开的三中全会抢夺话语权 帮习近平抢夺话语权 表示了现在习近平要改革 而就在与此同时 就在这两天 习近平主持了一个所谓深化改革委员会的会议 这个会议上叫四大金刚也好 叫四人帮也好出席 把持了这个会议 那四大就是习近平加李强加蔡奇加王沪宁 四个 本来王沪宁不应该在里面 因为原来的深改委主任是习近平以前 那副主任一个总理是李克强 再一个是另外一个书记处常务书记是王沪宁 但是现在二十大之后 书记处常务书记换人了 是蔡奇 不是王沪宁 王沪宁只是政协主席 结果习近平硬把王沪宁塞在里面 就成了四大金刚 四人帮把持的局面 新四人帮 所以王沪宁被留在了深化改革委员会 就说明习近平看中他的语言化妆术 中南海的语言包装术 包装师这个角色 所以把他放在里面 如果说按这个方法的话 以前的汪洋应该在里面 但是习近平恰好把汪洋排除在外 因为汪洋是懂经济 懂外交 是主管过经济大省 又是广东 又是重庆 如果汪洋进去 懂经济 显得习近平不懂经济 另外 如果汪洋进去跟李克强联手是团派的话 在深盖委里面更有发言权 所以当时习近平就是习近平加李克强加上王沪宁 等于说习近平跟王沪宁抬轿子 搞掌管经济 去跟李克强作斗争 现在李克强 汪洋都退了 李克强也去世了 神奇的去世了 现在就是王沪宁还留任在深盖委 然后加入了蔡奇 而蔡奇本来该在里面 所以这样一个格局就是要把持深盖委 而把持深盖委就知道改革已经变性了 深化改革委员会 深化文革委员会 实际上是一派文革的人物 这四个人里面除了李强有一点点开明 有一点点改革派的形象之外 或者色彩之外 其他都是保守派 甚至是极端的保守派 甚至是极左派 就是王沪宁 蔡奇 习近平 所以在这边就压倒之势 有人说现在中央是三人帮 不是三人帮 是四人帮 就这个格局 是习近平有意把王沪宁留下来 继续的给自己搞出谋划策 或者语言包装 语言化妆 觉得王沪宁是一个五文龙墨秀才 又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 总之在文字上 文墨功夫上能够发挥一点 所以这就是三中权务前 开会前的结局 所以归纳起来 这不是什么李强 丁学祥 韩正可以跟习近平搞权力斗争 是叫了湖南省委书记沈小明发烂 不是这个情况 而是习近平受议了湖南省委书记沈小明 还有黑龙江省委书记 这个叫许晴 他们去发烂 提解放思想 就是帮习近平抢夺这个话语权 然后三中全会一开 大家可以预定 算都算得出来 没有什么 习近平虽然很怕三中全会 开成真正的三中全会 就是邓小平时代的那种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 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派占上风 然后把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斗倒了 他也害怕开成尊议会1935年 尊议会斗倒了苏联派 强化了本土派 周恩来恢复了最高地位 而毛泽东加入了军事决策 他怕开成这个 因为这两个会 真正的三中全会和历史上的尊议会都是颠覆了最高领导权 所以习近平是绝对防范出现这个情况 越害怕又要防范 所以在这之前搞了很多的小动作 其中这个动作就包括湖南省委 加上黑龙江省委跟进的所谓提解放思想 抢夺话语权 不仅是在三中全会前向党内各派抢夺 而且在历史上要从邓小平那里抢夺 这就是为什么纪念邓小平的时候居然不提 邓小平挂在口上的八个字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仿佛这八个字跟邓小平无关 如果说是习近平他们很害怕实事求是四个字 因为那意味着尊重客观规律 是改革开放的特色 但是他提解放思想 却不跟邓小平无关 就说明了是要直接移植 把这个解放思想从邓小平手上抢到自己手上 而且纪念邓小平的同时又纵容左派 极左派 毛左派在极左网上发文章猛烈的攻击邓小平 说邓小平是侏辱 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侏辱 差点葬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 予以咒骂 而至今不下架 就表示了极左派 毛左派这些语言得到了中南海最高层的默许 去默认 甚至就是怂恿 就跟毛泽东搞文革的时候 要在下面怂恿一些人一样 怂恿北大清华的学生红文兵去造反 斗刘少奇一样 是入出一辙 所以有人说这回让湖南省出来提解放思想 说是习近平最拙劣的一招 说又是重复模仿拙劣的一招 所以最终来说 千万不要给李强 或者是丁学祥 或者是韩正戴个帽子 还是他们在跟习近平做什么斗争 谈不上就是习近平本人要抢夺话语斩 要霸占三中全会的主导权 结果现在的三中全会开 接下来的三中全会一开 恐怕就不是什么 既不是遵义会议 也不是真正的三中全会 仍然是一个习近平一言堂的会议 而且这个会议发布的会议公报就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又提出了重大的改革举措 暗含的文革举措 又是什么深化改革等等 反正是习近平从会议开始到会议结束 把持局面 有他一个人讲到的 绝不由任何第二阵来评分秋色 不要说评分秋色 哪怕是5% 10%的光都不让你占 这就是三中全会前的中共高层的动态 在国际上 国际上这回在墨尼黑召开一个安全会议 中共不仅是派出了外交部长王毅 也派出了公安部长王小洪 大家感到奇怪 说这个安全会议 从来没有派过公安部长 怎么这次去了 安全会议是讲国际安全的 中共说安全两个字扯得上吧 我们在国内也谈什么国家安全发展底线 那公安部负责国家安全 就是政权安全 就勉强也算得上 结果王小洪也就开会去了 尽管墨尼黑的安全观念 跟王小洪主管的工作好 中共国内的安全观念完全是风马又不相及的两个安全概念 结果王小洪去了 去到之后 他跟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举行了会谈 举行会谈的时候 王小洪居然向美方提出了四项要求 这四项要求听起来是很有名堂 有玄机 大有文章 他要求美方说 第一个是不要支扰盘查中国留学生 说保障中国公民正常的入境待遇和尊严 第二个是要求美国严格执法 保障中国驻美国的使领馆这些领事或者工作人员的安全 保障他们的安全或者是权利 第三个是要求美国取消对中国有关机构和人员的签证限制 第四条 要求美国把中国主要毒品来源国的定义要拿掉 而且说是错误的提法 说美国错误的提法 这四条里面很有意思 第一条是什么意思 首先第二条 第三条其实意义不大 第二条 第四条 第一条 我们先说第一条 第一条说是不要质疑盘查中国留学生 要保证中国公民的正当的权益 待遇等等 难道中国大局真的关心中国留学生吗 他绝对不关心中国留学生 甚至要开始闭关锁国 要减少中国人 中国人出去留学 甚至在国内要叫不学英语了 不学英语 取消从小学开始到中学大学 弱化英语教学 不作为主要课程 不作为考试课程 甚至用习思想取代 难道中共当局真的在乎中国留学生出去留学吗 绝对不是 再一个 如果只有中国留学生在外面参加了白子革命 白子运动 中共在乎他们的利益和权益吗 也不会 那这里所体现的所谓 中国留学生究竟是什么含义 为什么他在乎的是什么含义 事实上就是 还是抄袭 剽窃 盗卖 意思就是希望美国不要盘查中共派去的留学生 这些留学生可能是跟军事院校相关的 跟理工科相关的 这从川普时代到拜登政府都是予以限制的 签证上予以限制 在入境的时候予以盘查 延查 因为他们历史记录就是抄袭 剽窃盗版 甚至做间谍工作 所以王小红希望美方取消这一条 这不可能 第二条说 要求美方是保障中共驻美司令官人员的什么安全 这个等于白说 这一条是为了第三条打掩护 因为你作为使馆领馆 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 不可能不保障你司令官人员的安全 中共司令官人员的安全没有任何问题 领事官员的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这条是白条 故意提出来打掩护的 为第三条打掩护 第三条才是关键 第四条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说第四条 第四条说要求美国把中国是主要毒品来源国的错误的提法拿掉 去掉 人家说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磨为 你自己做的就是主要毒品来源国 美国是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 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定义出来的 人家不会乱定义一个国家 是毒品输出国 中国向美国输出 分泰尼通过墨西哥先把加工产品输到墨西哥 墨西哥在加工之后输到美国 所以美国经过大量的调查之后 再加上美国说是每年有10万名的青少年因分泰尼亚受害而死 美国人 罪魁祸首都是中共 所以把你定义为毒品主要来源国 那是美国的一个科学定义 完全是根据实际做出的一个定义 它绝对不会是主观拍板 而且由中共来说这是错误的提法 美国的提法由中共来定义 你做的正确还是错误 这非常荒诞 这个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中共不仅要拿毒品来换台湾 还要美国不要给他贴标签 说他是毒品大国 这名声不好听 什么叫拿毒品换台湾 就是王小洪上回见到美国工作组的时候就说 希望美国珍惜中方的善意 当时在北京会谈 上个月 什么意思 就是说现在希望珍重我们的核心利益 特别是台湾问题 十条红线 如果美方不尊重中方 就是所谓中共的核心利益 红线的话 那中方就要向美国输出毒品 如果说现在中方跟你协商 合作 尽量减少毒品就是一种善意 本来你就不应该输出 你是恶意到底 就是一种善意 然后如果是你不尊重他的红线利益 他就继续输入毒品 这就是中共的逻辑 去年就玩过这个逻辑 前两年 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 8月份的时候 访问的时候 中方作为报复美方的一招 其中一个措施就是 就是停止了中美之间有关禁毒的一些谈判 或者是委员会的工作 因为中共是在2018年 习近平当面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表态 要制止芬太宁 输放美国 结果后来根本没有兑现 结果在众议院议长 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中共又故意停了这方面的工作 也就是拿毒品来做文章 拿毒品还台湾 你要我停止输送毒品 那你就不要去协访台湾 或者是阻止中共的去染指台湾 或者是武力攻打台湾 不然的话 我就向你输送毒品 这完全就是耍流氓 公开的耍流氓 我就是用毒品来进攻美国 这是隐形的战争 也就是中共已经对美国宣战开战 就是用毒品来开战 当然还不用说其他网络战的间谍战等等 黑客等等 这回王小洪提这一条 要求美国去除 就是这个问题的另一个面 就是中共顾面子 要一个所谓国际民生 不要把共产中国定义为毒品来源国 就像塔利班那样 靠生产因素 靠输送毒品 成为了毒品主要来源国 其实中共起家就是毒品的主要来源 在延安就是这样 种因素花 三无九旅是模范 王正胡子军 王胡子 胡子吕就是搞种鸦片的 张士德是种鸦片死的 毛泽东说他种于泰山死的种于泰山 种鸦片 种毒品出生 然后换取军项 换取军费来夺取天下 今天中共仍然是用毒品 本性未改 真是江山难以本性不改 仍然用毒品来对付美国 说中美的决战对战已经开始了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王小红提出了这四条 第三条是什么 这才是四条里面第三条是关键 说要求美方取消对中国相关部门和人员的限制 相关部门非常微妙 不说 没有说 其实中共以前有说了 谢峰当中美驻委大使前 当副外长的时候 在会见美方的时候就提出了要求 向美国提出了三线要求 改善关系 缓和关系的三圣要求 对话的三项 其中第一条就是 不得限制中国的官员和党员的家属进入美国 王小红这次用的是相关机构 不好说 因为上次谢峰说出来的时候太明显了 其实王小红说的就是谢峰说的同一个意思 就是第三条 讲了四条 第三条是关键 不要限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赴美签证 就是指了中共官员和官员家属 其实不是一般的中下层官员 这中共也不管 是上层的官员 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级别 中央委员 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 甚至于最高领导人这个级别 他们在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 有投资 有职产 有家属 或者有子女在美国 说得非常明显的 杨洁篪一边骂美国 我们不吃你这一套 在阿拉斯加骂美国 但是另一方面 他的女儿就在美国 有两套房产 人就留在美国 有绿卡 而他的老婆也到美国来陪女儿 而习近平众所周知 他的女儿行民者不仅在美国留学 拿了学位 而且后来又回到美国 居住在美国 波士顿这一带 所以在后面所隐藏的家族利益一样 在美国很多 所以就像这次在美国 美国发现了俄罗斯一样 俄罗斯入行了乌克兰 美国制裁俄罗斯的一招 就是冻结俄罗斯的这些领导层 高官和这些举行 跟俄罗斯政府相关的富商 他们的豪宅 他们的游艇 他们的财产 全被冻结 冻结甚至包括普京的 还有普京的好友 结果现在拜登政府正在酝酿 因为现在国会很难通过说要支持乌克兰大量的资金 而乌克兰现在暂时吃紧 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 没有西方各国的军援 武器装备的军援 就可能是在军事大国 俄罗斯的压力下非常吃紧 所以拜登政府已经考虑要把冻结在俄罗斯的这些资产 少则数千亿 多则上万亿 美元这些资产 一个是用于援助乌克兰作自卫反击战 作防卫 防疫用途 再一个就是用于乌克兰战后的重建 所以现在几乎就是呼之欲出 正在酝酿之中 就说明俄罗斯跟美国为敌 但是他有大量的资产在美国 那更不用说中国了 中国是第二大经济国 按照普京的讲法 人口是俄罗斯的10倍 是第二大经济总产值 甚至说很多经济规模超过了美国等等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对照俄罗斯 中国官员和跟官员靠近的这些家族 在美国有多少的财产 多少的家属 多少的投资职业 股票交易等等 上市等等 可以说这个利益也应该是俄罗斯的至少10倍 甚至有可能是百倍都不止 如果是美国采取措施 对这些中国的领导人和他们家属采取措施的话 对中国领导城市致命的打击 所以这次王小红就强烈的暗示 向美国国团安全部长强烈暗示 要求取消对他们的签证 因为这些签证限制 使得中共领导城的家属来往不便 处理财产也不方便 毕竟中美还没有开战 这才是王小红这次提出的关键要求 这个要求反而泄露了中共的机密 重大的党国机密 那就是领导人他们的家族在美国的利益 使他们看上了重中之重 其他几条都是拿出来做掩护的 据说王小红提到这个之后 美国各地国土安全部长 并没有什么回答 没有任何回答 都是讲到美国的法治 美国的利益 美国的安全的考虑 采取了什么措施 并马约考虑 实际上现在自己在美国政府有一点促进艰难 因为他是第一个被众议院弹劾掉的部长 众议院超过半数 弹劾他作为国家安全部长 说他是对纸现有的移民法不顾 在美末边界大肆放进了非法移民 大举方的非法移民 跟美国带来沉重的负担 和财政的一席城市的财政崩溃 他的狡辩是说 由于大移民的浪潮 美国没有新的法律跟上 这是国会的义务 国会没有调整新的法律 怎么怎么样 当然这个话当然不成立 因为没有新的法律 那就说明你要执行现有的法律 说明你现在没有执行现有的法律 说众议院弹劾 众议院是史无前例的弹劾了这个部长 但是实际上很难实现 因为还要经过参议院同意 而参议院的民主党略占多数 如果民主党不同意 对这个部长的弹劾也无法成功 而且弹劾之后 还有美国总统还要进行相应的认可或者签索 所以国土安全部的现在的政治途径是比较吃紧 所以他对中方就更不可能让步了 在中共这个问题上 只是王小洪提出这些要求 按照中国网民的说法就是无理要求 甚至有人说他是流氓的要求 就是好像耍赖纠缠的战术 提出了之后 美国不可能得到正面的回应 那么中共会继续耍赖纠缠 但是其中最大的看点就是泄露了重大的党国机密 那就是中国领导人的家族利益高于一切 高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的民主利益或者人民利益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 再见 欢迎订阅